那就是新任外交部发言人 新闻司司长 毛宁主持 有请毛宁司司长 毛宁司司长从事外交工作 已经27年 曾长期从事亚洲方向的工作 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 和良好的工作努力 相信传媒很快和中外级人同优们 建立解压所的工作关系 也希望大家像支持 历任外交部发言人一样 支持毛宁司长的工作 接下来请毛宁司长 组织今天的节目会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 我们来到第33任发言人 也很高兴 请和大家在这个平台解释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岗路 我将向我的前任学习 和我的同事们一道 及时准确全面的 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 和外交理念 助理增长中国的世界 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 我会认真准确每一场记者队 真诚对待每一场记者队 真诚对待每一个记者队 用心回答每一个问题 期待于大家保持良好的工作 也希望得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